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果游记 我是贝果 好了 没见到大家啦 话说香港政府上个月放宽了出入境的旅游措施 我们急不迫待订了机票过日本 回到乡下 因为也有三年没去过旅行 今次就进地一步我们的旅程遍布东京市区 甚至东京的近郊 轻井杂 富士山 甚至樊宾都有 今集是贝果游东京的第一集 主要是介绍圣诞灯式打卡的影响好地方 还有圣诞市宅 来回个圣诞精华游特出给大家 给大家眼睛去旅行 甚至可以来到旅行的都去计算一下 去这些热门地点去影响打卡楼链 去片之前 未订阅我们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点个小铃铛 一有新片就会通知你啦 东京必项圣诞灯饰背港首要必推 位于六本木站 Hills里面有一个大型的灯饰展览 而这个位置影响圣诞灯式是超美的 晚上再加上东京铁塔 再配上左右两边的圣诞树 去一起影响打卡 是一个超美的十大影响必影的位置 背港是十分推介 大家圣诞节一定要去到六本木站 去打卡楼链 现在我们乐而忘返一定不会后悔 而最佳的影响地方 就是LV店铺门内 你会见到它有个红绿灯位置 一到傍晚时份 当地的交通警察 就会出来维持秩序 因为这个是一个打卡影响的热点 你见到很多市民、游客 一到绿灯的时候 是蜂蜂到中间位去打卡 日本当地的交通警察都很好 大家影响的时候 记得注意安全 绿灯的时候 先出去影响 快要转灯的时候就快点回马路 否则会影响当地的交通运作 除了刚才提及LV门口的灯式打卡位 其实商场里面 还有很多打卡的热门地方 在商场的花园平台 有一个以亚凡达为主的灯海 湖边配上一片蓝灯 还有一些心形摆执 而后面还见到东京铁塔 是不少情侣、朋友、闺密 来打卡的热门地方之一 这个商场是极多的打卡店 在离开的时候 通往地铁站的天桥 沿路有个天桥的平台 也是一个打卡点 是远望到东京铁塔 和东京铁塔的距离是超级近的 走过路过就别错过了 第二个东京圣诞打卡地点 必推是位于东京火车站前面的远之内灯式 相信大家对这个地方都不密身 因为地点是位于东京火车站前面 而东京火车站也算是一个大站 搭JR、转车是必经的地方 相信去东京旅客必会经过东京火车站 而东京火车站也有很多景点、商场 商场下面也有个东京一番街 地下有很多小食 也有很多特色的店铺 每个会抽一集 介绍东京一番街 拍摄的时间大约是晚上9点半 其实圆之内 除了有灯式之外 还有一个圣诞的试集 不过很可惜 因为我们去的时间 试集已经关门 只可以在灯式前面拍照留念 圆之内今年的灯式主题 就是Tiffany 所以你看到很多圣诞树、灯式 都有Tufin里的影子在里面 虽然我们晚了过来 和正诞市集无缘 不过人流就开始减退 所以就多了可以自拍的机会 还可以近距离欣赏灯式 而每一间店铺 圣诞的布置气氛都很浓厚 大家记得预留时间过来 拍照行市集 每个推荐第三个东方 圣经圣诞灯色好地方 就是位于赤板站内的Beast Tower 这个灯色地方 其实都是五打五撞找回来的 坊间的youtuber都很少推这个地方 出地铁 走过商场的时候 看到一片灯海 吸引我们的目光 立刻上去打卡楼链 而我们为什么突然发现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住在赤板区 刚巧我们那晚搭车回到酒店的途中 这个站也是一个商业购物区 商场里面有一家哈利波特的cafe 还有今次有一个很大棵哈利波特圣诞树 所以一众的哈利波特迷 可以专程过来这边打卡朝圣 我们也算是幸运的 每次去这些灯色拍照的地方 都避开了人潮 因为我们拍照的时间 大概是晚上的10点后 人潮都散去了 他们都应该会回到各自的酒店回家 所以我们去到的时候 都可以拍摄整个画面 是没有人的画面 因为都接近清场的阶段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慢慢 跟灯海和灯色去拍照 赤板的圣诞灯色 我专程推介给哈利波特迷 而稍后会一集 专程是介绍赤板区 赤板区里面 我们也走访了哈利波特的 专门店 稍后会一集 展示给大家看 专门店究竟有什么 show funnier去买的 留意背景稍后的公布 第四个圣诞灯色推荐地方 元宿站 明治神公尺 这个位置 都是十大打卡热门胜地之一 在coach门口十字路口旁边 每晚傍晚时分 交通景都会开始在现场维持秩序 马楼旁边两个树的灯海 都是超级有圣诞的气氛 同样都是吸引大量当地的居民 甚至游客热门拍照的位置 但有一样东西要注意 就是元宿的店铺 普遍都是8点钟沙满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 要掌握时间 要避免去到店铺会抹门钉 第五个推荐圣诞灯色好地方 是位于轻井宅 王子购物广场 即是轻井宅火车站前面的奥离 在广场中央位置 接着湖边的地方 也有一片圣诞灯海灯色 晚上就在灯上来 是超级美丽的 大家经开轻井宅的时候 都可以过来奥离逛街 顺便过来拍照打卡 而第六个背景推荐圣诞必去的好地方 就要位于黄斌的红砖仓库 黄斌仓库近期有一个圣诞市集 市集深受当地人欢迎 不论大朋友小朋友 还有拍拖的情侣 很多日本当地居民 带上自己的毛鞋过来逛街 逛市集拍照 我们re主家的女孩 我们在搜索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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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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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磚倉庫是位於橫斑開港 在20世紀初已經興建 而周邊也有很多廣場 定期舉辦活動 吸引大量人潮聚集 非常熱鬧 聖誕時有特別的聖誕市集 和聖誕報紙 所以整個氣氛都很好 如果計劃在今年 12月底前到達東京或橫斑 這也是必去的好地方 可以感受當地日本人 慶祝聖誕節的氣氛 會果由東京第一集 聖誕篇 會果由東京第一集 聖誕篇 分享到這裡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們 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